夫妻关系再好 这四件事情也绝对不能做 今天这道视频一定要保存下来 反复地看 会对你今后的婚姻生活 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 再好的夫妻 你要懂个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什么能露顶 什么不能露顶 千万别傻乎乎的 对方一感动 就全盆都出 记住 任何的时候都要给自己留点秘密 留条后路 第二 再好的夫妻也不能回原生家庭去借钱 很多的女人被老公一忽悠 又画个大笔 就屁颠屁颠地跑回娘家去借钱 还美其名页说 我老公要干大事业了 结果不外乎两种情况 一种是 这个老公赔个金光 连你的娘家都不走动了 你还得回去给他擦屁股 更可怕的事情就第二种 你扶持他世上马了 赚钱了 他扬长人去 跑得无影无踪 你哭颠抢地地跑回娘家 这还有用吗 第三 婆家的事别跟着瞎掺 一片好心 可是你能保证你能办好事吗 婆婆她就是婆婆 她永远不成妈 再好的婆婆 没儿子你啥也不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四 不管是任何时候 夫妻之间不要去搓软肋 又是翻旧账 又是说狠话的 适当地选择忘记 不要用过去的错 来惩罚对方的今天 有些话说出口了 伤疤永远都在 我认识你 你不错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